一开始我先来考考大家 你觉得这三张照片哪一个是你心中所想象的湿疹呢 左边这张的确有红红的湿湿的样子 中间这张就比较没有这么湿 可是也是有点红红的 那右边这张完全就不红 而且还有点暗沉 皮肤干干的粗粗的 还有干到脱皮啊脱血 到底哪一个才是湿疹呢 没错你答对咯 左边这张看起来湿湿的样子就很符合湿疹 这个湿的这个字的形容嘛 它真的是湿疹 可是你知道吗 中间和右边这张其实也都是湿疹哦 是不是毁了你三关 怎么这么干也叫湿疹 那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解答吧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林于轩医师 我们每星期都有皮肤病跟医学美容的最新讯息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跟开启就下角的小铃铛吧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为什么上次手上就是红红痒痒的小水泡医生说是湿疹 那这次我小腿出现刚刚脱皮发红的症状 医生也说是湿疹 其实湿疹它是一个管泛性的通称 初略来说你只要临床上皮肤有发炎啊 然后产生红肿脱血流汤流水甚至会养的皮肤疾病都可以算是湿疹 而湿疹就是皮肤炎嘛有着皮肤在发炎的意思 但大家不要搞错这边我讲的发炎不是感染那种像是蜂窝性 组织炎那种细菌感染而是指说如果你把湿疹的皮肤 切一小块下来放在显微镜下会看到皮肤里面其实有很多发炎细胞 像在开Party一样聚集在一起 所以有湿疹的皮肤呢我们就会感觉又红又痒 而且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会发现每一个表皮细胞之间 好像没有完全紧密的连在一起 而是隔着一道透明的墙 可能如果比较正常的皮肤我们可以看到表皮细胞是连的比较紧密的 可是有湿疹的皮肤表皮细胞之间却保持着社交距离 为什么呢原来这个透明的墙里面都是液体 这些液体的水啊把细胞跟细胞之间的间隙给撑开来了 如果说这些水越来越多那就会越撑越大变成小水泡 小水泡如果又越来越多它就会互相融合在一起变成大水泡 那如果这些水泡破掉了水就会流出来 那这时候啊湿疹的皮肤就会看起来流汤流水湿湿的样子 所以湿疹这个词其实就是显微镜下细胞之间有水 也就是指临床上看到了流汤流水的状况 这就是急性湿疹的临床表现 那既然有急性湿疹那当然也会有慢性湿疹 什么叫慢性湿疹呢 我们刚刚讲过啊湿疹它就是皮肤发炎嘛 那发炎你会痒你就去抓 皮肤它会想要保护自己 所以为了防止你去抓破皮 破坏皮肤原本的保护功能 那我们皮肤就不断增加自己的厚度来抵抗你抓这个动作 结果变厚了皮肤又更痒 你又更爱抓 皮肤又变更厚 像一块铜墙铁壁一样 整个就进入一个养抓养的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整个皮肤它就会变得像大象皮一样 粗粗干干硬硬的还会脱血 就变成所谓的慢性湿疹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都会叫你说 有湿疹不要抓的原因之一 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时候皮肤明明看起来很干 医生还说它是湿疹了吧 因为它细出铜门啊 就好像同样叫男生 也会有暖男啊渣男啊 阳光男帅气男健壮男等等不同的种类 但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男性特征 我不用讲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 而湿疹的典型特征呢 就是皮肤里面有水 还有发炎反应在进行 不同类型的湿疹 既然男生有这么多种 那其实湿疹也分了很多种 除了前面讲了急性跟慢性的分类之外 还可以依照部位来分 如果说湿疹长在手上 就叫做手部湿疹 像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频繁洗手或是用酒精消毒 手部湿疹比以往更为常见 不只是医疗人员啊 没法餐饮业者 家庭主妇 甚至连小朋友也有手部湿疹 除了治疗之外啊 手部保养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你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 还有长在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 就叫做止漏性皮肤炎 很多人一到冬天 头皮屑增多啊 额头眉间 脸颊 耳朵 甚至胸前 也出现黄色油腻的屑屑 如果穿深色的衣服 这些皮屑会更明显 好像撒了糖粉一样 甜点撒糖粉看起来很可口嘛 可是如果出现在人的身上 看起来就脏脏的 相信这个疾病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啊这就是止漏性皮肤炎的特色 依旧形态来分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湿疹的形状来描述湿疹 像之前有病人来看诊 我发现他背后红疹一条一条的 是网很大吗 如果是自己抓的也太夸张了吧 看起来超像被鞭子打过 我们就叫他边形皮肤炎 以问之下才知道他吃了没煮熟的香菇 是加热不完全的香菇多糖 作怪而引起的 另外有些湿疹的样子 他是圆形或是椭圆形的 很像硬壁 我们就叫他前壁型湿疹 冬天到了啊 有位阿伯他来看病 他就说他两只脚有一块块的养疹 他有养猫 不知道是不是猫传染给他的 我帮他挂了皮屑来检查 然后并没有在显微镜底下看到任何黴菌 那其实这个就是前壁湿疹 常常发生在上肢的外侧啊 或是小腿的前侧 还有刚刚提过的慢性湿疹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慢性单纯性苔显 原因就在于他长得很像 地上那种绿绿的整片的苔显 有时候医师他会根据湿疹的原因 来帮湿疹命名哦 这又分成内阴性跟外阴性 所谓的外阴性湿疹 就是指患者的皮肤在接触了某个东西之后 他产生了湿疹 像之前我有病人啊 他在戴耳环 还有戴手表的地方都有疹子 甚至我有看过有些病人 他对皮带的金属扣环 或者是说裤子的金属扣有过敏 就发现肚子那边有反复发作的湿疹 这些都是对金属过敏产生的金属皮肤炎 还有有些病人的湿疹范围就只在背部 屁股还有手脚的身侧 疑问之下才知道 他最近这几个月有换真皮沙发 对防止皮革发霉的抗霉菌剂 DMF过敏 所导致的沙发皮肤炎 红利可证啊 如果说你擦了含有某些成分的保养品会产生皮肤炎 我们就叫他化妆品皮肤炎 也就是说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用那个病因来命名 但如果找不到外在诱发因子 就要考虑是内阴性湿疹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跟体质有关 像是异味性皮肤炎 汗泡疹 脂漏性皮肤炎等等 这些都是内阴性湿疹 那也可以依季节来分 像是耗发在夏天的湿疹 我们就叫夏季湿疹嘛 常常因为闷热啊流汗而产生的 如果是耗发在冬天 特别是在小腿的前面皮肤很干的话 而且还会粗糙脱屑 我们就叫他冬季湿疹 卫妆成湿疹 当然有一些其他的皮肤病 虽然有湿疹的样子 但他其实不是湿疹哦 在诊断上就要很小心 像我举个例子 你看同样是汽水泡 左边这个就是贴中药膏过敏所产生的湿疹 右边虽然也是水泡 但他是带状泡疹 也就是俗称的胖爪 还有啊像这个皮肤也是红红的 有点脱皮有点像湿疹 但其实这个叫做隐藏性险 他是一种黴菌感染 但是因为擦错药擦到肋固醇药膏 而造成他的外观上不是很典型的黴菌感染 一圈一圈的样子 另外像这个男生哦 他在阴囊有一块红红的会脱皮的斑块 看起来很像湿疹 其实他是一种皮肤病变 名称叫做乳房外的帕洁势症 缩写叫做EMPG 还有啊我也有看过年纪很大的阿公阿� 身上也会出现一块一块红色会脱皮的斑块 加看之下他很像湿疹 可是其实他是一种很早期的皮肤癌 叫做波纹市症 他是因为这些患者小时候啊 也就是台湾很早期的时候 住在台湾的西南沿海 他喝过深井水 里面含有超量的深 那长期喝井水而产生的慢性生动毒 这些患者除了刚刚讲的皮肤癌之外 他也可能会产生乌脚病 就是脚会发黑啊坏死 然后最后要截肢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在嘉义布袋 很夯的打卡圣地高跟鞋教堂的由来 其实讲的像湿疹的皮肤病真的很多啦 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如果说看完这部10分钟左右影片 大家都会诊断湿疹 那我们皮肤科医师不就不用混了 这里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皮肤有问题要记得去看专业的医生 免得自己去药局乱买药膏擦 结果擦错病情就越来越严重 治疗湿疹 皮肤出问题你还是要来看医生啦 如果你自己去买药擦 买到不对的药或者是自己用偏方 像是我病人他就自己磨那个菜叶的汁 然后湿敷这样子 他其实都会耽误自己的疾病 或是越弄越糟 你来看医生医生会帮你找原因 做出正确的诊断 如果是外在因子导致的 那我们就要避免那些诱发的因子 如果是内在的原因而产生湿疹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要调理体质啊 然后再搭配医师开的口服药 跟外用药膏消炎止痒 才不会让皮肤反复发炎 进展成雅极性 甚至是慢性湿疹 而慢性期湿疹 因为表皮反复发炎一段时间 他其实已经变得粗糙不健康 所以其实也要注重皮肤保湿 大家是不是会吓一跳 啊不是已经湿疹了吗 皮肤自湿了 再保湿不会更严重吗 其实慢性湿疹 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 我们需要擦保湿乳液啊 来修复自己的皮肤 让新的角质能够逐渐取代 瘦损的角质 慢慢回到健康的皮肤状态 如果你不知道瘦损的皮肤 如何保养 还有怎么挑选合适的保湿乳液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冬季氧的影片 有提供大家保养的秘诀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看了这支影片后 大家不要误会湿疹 也不要误会皮肤科医师 之后啊我们会谈谈 常用来治疗湿疹的药膏 到底要擦哪一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并开启右下角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免得自己去药膏乱买药叉 结果差错让病情越来越严重 你刚刚说 药膏 对 免得自己去药膏 哦哦哦哦 哈哈